今天幸福家庭甜蜜蜜要来聊的节目主题是 数位落差在家庭 家里的长辈学3C 孩子觉得好烦 怎么教都不会 然后长辈学习的心情又觉得好沮丧 但不学好像又不行 比方说现在当志工 你还要加入LINE群组 打疫苗 你还要网络预约 或者是说可能还流行电子支付 人家给你钱 你还没有电子的账号 你还收不到这样子 不小心中毒或是遇到诈骗 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长辈就很喜欢传一些早安图 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图片讯息 什么文章 然后传这些消息又会被别人嫌烦 这个网络很发达 好像很方便 但也形成了一些世代的落差 今天幸福家庭甜蜜蜜的节目 就邀请到了高雄医学大学 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的 陈正志副教授来谈谈数位落差在家庭 郑志老师你好 子凌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来谈谈 这个老师应该也听过蛮多 很多经验 家里的长辈学3C 然后孩子就觉得很烦 怎么教都教不会 要讲好几遍好几遍好几遍 当数位落差明显呈现在家庭里面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数位落差真的是真实存在的 不只是世代中间 连城乡都有数位落差 因为三年的疫情让我们很多课程改成视讯之后 发现使用能力差很多 数位能力的使用确实有大落差 如果是长辈 我自己教我妈妈用手机交三次 但是我三次都生气 真的很难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有时要耐心要理解 然后去寻找他的问题在哪里 后来我妈妈手机很会用 是因为我儿子教的 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你教的到最后两个生气 那我儿子为什么可以教好 因为他想换手机 所以他拿手机去交阿嬷 把手机就送给阿嬷 所以他是有特定目的的 所以他会很认真 他要发生那个目的 他充满包容 他很接纳 这也不错 对 我发现我儿子有几个特质 第一个他简化 他把阿嬷不需要的 用不到的APP 能砍的都砍到 有些手机的内建不能砍 他就把它集合成一个 我们不是弄成一个框框里面放成 对对对对 这里你都不要动 对不要动 阿嬷要动了 就把它放在很醒目的地方 是是是是是 我觉得他把它简化 很简单的几个操作 然后简化成很简单的几个 然后步骤都把它简化 不叫阿嬷太复杂 他有些就内部帮他设定好 他只要按那个就好 按那个就好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 你儿子几岁 我儿子那时候国中的时候 好 他跟阿嬷讲说你有问题都可以赖我 所以时刻有解决 帮他解决 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 就让阿嬷放心 对对对对 而且他都跟阿嬷讲一句 我觉得那时候我听了我很感动 他跟阿嬷说 你放心用 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解决 他就回来 你知道老人家 你怕不小心弄错了 坏了我会被骂说 你都乱弄 你又不会 我儿子居然很耐心地跟他讲 说你放心事 我可以救回来 我可以解决 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 后来发现也确实 他把他乱弄 弄到跑掉什么 也都重设而已 知道 但你就是让他试 让他试 让他试 他就越来越厉害 就是多操作一些 其实长辈还是可以跟上 对 而且有些试制的长辈 你可以设计那个图像式的说明书 给他一张 告他先按这个 再按这个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记得 我们家里都一直 是那个第四台的遥控器 对 那只遥控器仔细看 他其实是有设计概念的 他有使用者经验设计 一个老人家告诉他 只要按白色按钮 就可以看电视器 他都不要碰 你会去看一下 知道我讲什么 他其实就是白色那几颗 有音量频道 然后电视 然后机上盒的开关 都是白色 老人家碰得到的都是白色 其实就是类似的概念 我们应该让他有一个图像 有一个颜色 然后告诉他就这样用就好 然后这样用就好 他就会懂得怎么用 否则就要有些像以前1月1秒比较困难 你可能要用一般电话跟他一步一步逐步交 那他们不常用了通常就不会 这很正常 所以很多研究证明老人家的手机会用 像LINE会用 什么会用 都是去外面跟人家有互动 参加活动 或加入某些团 像志工团体 学会的人都不是家 互相学这样 因为他们会说你要加LINE 我们要传照片 传资讯 他就这样学会他 对对对对对 而且那些人都会很耐心的教他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演练 他们实际有演练 然后就会会 那所以其实在家反而少 那其实老人家用手机最多的是照相 传赖以外就是照相 他们常用 其实他们很少 分享吧 对 分享 分享很多这样 对所以他们很会拍 不是不会的 所以有些是可以教 如果真的很难就让人家教 你去帮他报一些 现在很多那种社区 很多那种都有 中高领路 有这种课程还蛮多的 蛮多的 像用手机来照相的课 什么的课 让他们去那边让人家教 然后同学讨论 我觉得那个会学得快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学3C就是 放慢节奏 鼓励尝试 然后尊重他的风格 你不能逼他配合我们的风格 要配合他的风格 我觉得讲到这一点 我其实还有点骄傲 你知道其实应该全台湾 蛮前面教长辈用手机 用LINE的就是我了 而且我还鼓励 社大要开课教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 就是很早期 LINE我刚学会用 我就觉得 这很方便 因为那时候我弟在日本求学 你要跨国电话多花钱 然后我那时候用了LINE 我就跟我妈说 你要学这个 你要找你儿子打电话 不用花那么多钱 他网路费就好了 那个学习动机多强啊 对你看 你就掌握他省钱的风格 对对对 我那天遇到 我说我遇到我们高一六龄大学 一个81岁的大姐 在用UberEat 那是我遇过年纪最大 我说你怎么会用 他说他孙女都帮他绑好 他只要上去选餐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 我说那付钱 他说也绑他孙女有信用卡 所以他只要负责点 你看你把复杂的 就年轻人都设定好啊 是是 而且那个孙女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他懂得长辈的喜好 他说现在政府为了鼓励 有补助一半 这是假的吗 我想说有这回事吗 没有 可是他说长辈只要听到 有补助一半就会用了 对吧 那可是他孙女 为什么要鼓励他那个阿嬷 因为他独居一个人 然后都随便吃 关心他 然后你要年轻人送年轻人没空 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 以前他说他孙女都帮他点送来 那尤其他你让他自己玩自己点啊 自己点自己爱吃的吗 对啊 他孙女就有一点要强迫他 每天自己一选 不要再麻烦大家再麻 还要想到你赶快帮你一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而且孙女这样的老人家就是不想花大钱 所以他讲补助一半 我那知道明明讲的 我也不感觉 对啊 这招我觉得很聪明 他知道老人家就是喜欢政府补助的 省钱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妈其实还蛮厉害 他就开始 比方说后来啊 我发现他自己会想要去查寻一些不懂东西 他还是要用Google搜寻 然后呢做照片 做那个早安图 他就开始问我说 啊那个图要怎么做 我觉得能够学到这样的长辈蛮厉害了 对啊对啊 我其实那时候听工研医 有一个人要研发那个 到现在没有消息 我觉得有点可惜 就是说台湾很多长辈不会国语 他只是讲台语 对对对 然后他正在研发台语的语音输入法 因为他说只有我们这边会研发 没有人会帮我们做台语 因为他没有世界的市场 对吧 很多有福建的市场 对那个工程师在做 我都希望他赶快成功 因为很多长辈 其实如果让他为台语的语音输入法 自动转成中文去搜寻 然后他可以用语音念出来 念成台语来回应 我觉得那个很多长辈一定更会用 是对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讲到吧 就是说 这是我爸发生的问题 他就说 学这个3C 其实他大概基本的会了 但是呢 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他打电话回来 说他老了 记性不好 然后呢 这么多的账号跟密码 你看嘛 手机吧 一堆APP 一堆的那个什么信箱 LINE 然后很多 账号密码他记不住 所以他被卡在外面都进不去 很焦虑 他就一直电话在那边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样子 对啊 那这么多账号密码怎么办呢 对 我觉得账号密码是现在时代很烦恼的 大家很定期更改 然后又要都希望鼓励你设不同 我觉得老人家不能设不同 设不同就会 其实没什么好被盗的啦 所以我觉得不要把他们搞得那么严重 而且说难听呢 你再多认真设都会被破解 有新人要破解绝对可以破解 这就是网路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不要下老人家那一个了啦 当然他的银行账户密码那些 我们当然就要帮他设 如果很难 那如果他自己很困难 年轻人就要处理 因为他们有一天会慢慢失智 那平常上网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设同一组 而且简单明了 对他来讲有意义的数字 就是那些数字就好了 不要怕被诈骗 每次我把他讲得很恐怖 然后一定要他们定期在那边换换换换 或者换到我们在学校现在也是啊 这个平台跟那个平台 不能同账号密码 然后半年要换一次 换到有时候我一阵子没用 好会记得啦 对啊 我也会在那边发呆呢 想说我这个是什么 而且用过不能再用 这才是最可恶 对啊 对有一些设定 他就是用过不能再用 对 所以我觉得老人家 不要把它搞成这样 他的账号密码就是简单明了单纯 然后不要搞得怕被破解 怕被怎样 如果银行当然都会比较复杂 银行以外的 我觉得那些都不用太复杂 那些没什么好保密 好 然后呢 就是要请政治老师再提醒一下啦 就是说长辈面临3C在学习 我们刚刚也谈了很多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心情啊 那个担心啊 需要年轻人体谅 到底有哪一些 他们在学习上的这个担心呢 他们现在其实很担心自己就是不会用嘛 对不对 然后要学很多看起来很像又不一样 又怕被重骨 怕被骗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防备其实在3C 他们最常有就是那种挫败感 就是以前我年轻我学什么都很厉害 为什么现在这个那个也被讲不行 好像我永远赶不上时代 然后因为现在都把网路弄的时候 讲的很恐怖 然后讲的怎样都会被诈骗 他们那种不安全 永远就在网路好像被骗 然后这样就好 我就只要告诉长辈几个点不转账 不随便答应什么 然后你就放心的用 然后就是我刚才讲的 让他们知道你放心 没有那么恐怖 那很多东西都会救的回来 网路都可以处理 然后他们就好 不要想太多 很多长辈因为现在都很friendly 很友善 因为直觉式的使用就好了 不要把它想的很复杂 然后如果他不用就会有孤立感 他科技就会制造很多 他跟人家的疏离 我觉得这个要小心 所以让他们学习一些是为了融入年轻人的生活 你不用学得很厉害 但像LINE你可以跟年轻人有群组就可以聊一聊 你看刚才主持人说他们喜欢贴长辈图 现在研究都证明他们就这么没事做 他看到好的想跟你分享 所以他们会贴的都表示他觉得很好美好 那现在研究证明会贴长辈图的老人比较不会失智 他也有人去主动 所以我们对于家里的长辈喜欢贴 你只能包容啊 你就按过去 然后你也给他一张贴图就好了 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处理 你认真你就输了 真的是那一句 让他觉得还有事做 然后他喜欢东西你有看 这样就好了 那我的疑问就是说 比方说我爸他就很会在家族的群组里面 本来是为了要讨论家族的一些事情 而把他一堆的 这个不管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 拉在这个群组 我爸他就会一天传二三十个以上的这种影片啊 资讯啊什么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 那你知道那个就一直刷一直刷 对不对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会看 那我在想一个方法 就是说如果老师说 常传其实可以避免失智的话 就还是让他传 可是我们另外再开一个工作群组这样 对啊对啊本来就这样 像我儿子跟我大哥的女儿子 他们四个小孩自己有小屁孩群组 他根本不跟我们这些大人混在一起 他觉得我们传那些跟他们是有代工 所以他们自己小孩有一个小屁孩群组 叫做小屁孩 然后完全不让我们参加 我觉得类似的 我觉得像我们家族的群组 我们有装那个美育阿姨那种 就是错误资讯筛选的那种东西 那因为他传了某些东西 也会跳出那个可能是误传是谣言 他就有一些警惕 不用我们去讲 那那个客观理性的一个判断东西 去呈现就好 好那讲到说现在的生活环境 长辈不学3C也不行 那当个志工呢 还要会加LINE 用LINE群组打疫苗 刚刚讲说之前这个预约 网络预约 然后还现在流行电子支付嘛 那长辈可能也会很担心 这刚刚就有讲到 比方说你诈骗啊中毒啊 学很多看起来都不一样 所以干脆就不要自己动手去操作 就能避免麻烦 如果长辈这样想的话 那怎么去鼓励他比较好 对我觉得真的要分清楚 因为现在很多是网络要交易的 网络要上传什么证件 我觉得年纪如果真的很大长辈 真的不要学这个 他只要要动到这个就有小孩 或儿孙辈帮他处理 就我们帮他设定好简单的就好了 太复杂的都让他来找我们这样 对像你看有的上传身份证 证反面啊 上传什么 对啊 还要账号的 我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讲 其实也危险啊 然后来传的过程也危险 与其这样你就帮他们筛选 那些动到什么证件账号的 都由年轻人来做就好了 然后帮他弄就好了 像现在去日本你看都要去上网去登一大堆 然后到时候有一个QR Code过海关子 直接让他扫了 现在不用在机上填那一张申报单了 对吧 落地签证那种什么申报之类的 以前不是有一个申报 我们在飞机上都要填一张纸吗 像那张没有了啊 老师你讲这个让我想到了 就是现在好多餐厅他点餐都要用APP 就是也是这样扫QR Code啦 你不会扫不会点你就吃不到饭 对 但是那个很容易 那个长辈可以学 那扫一下他就可以在那边看照片 那我讲的是像那种 你要去日本你就要拿护照 在那边登一大堆东西 他要登你航班 登你什么进什么出 那个我们都知道嘛 以前指的要写 你是哪一个航班会住哪一个饭店 对对对 那个太复杂了啦 像我都连我都懒得弄 我还不是把护照丢给我儿子说 你赶快帮我登一堂 然后他就帮我拖到后来 你这是用长辈的优势这样 对 然后最后他就告诉我一些QR Code在这里 你知道日本要把这QR Code叫出来 让他扫就过了 我们就享受最后啊 我觉得有些是年轻人 他们很流行的东西 他们很快 那我们不是不会 是我们要忙很久 那你就让一个会做的人快速去做 然后我们做我们想做的 我觉得把他跟长辈要学的东西稍微区分 我觉得这样真的被骗的可能性会降低啦 他如果怕中毒怕什么 你就帮他换iPhone啊 iPhone手机是一个比较封闭 但是中毒的可能性真的是低的 他安全多了 我觉得不用买最新款的 但是就是买对不对 比较封闭式的 我觉得都是这样 让他学就很好啦 好那长辈说 就是最近常常会听到 有什么网路一页式广告啊 就被骗钱啊 或者是看到有什么投资资讯啊 写的喔 就是真的啊 就我没想到加入LINE群组也被骗 明明看起来就很无害 然后有名人的加持 所以呢 他们也会很担心说 会不会在网路上面就退休老本一去不回 但是呢 他又会想说 这如果是真的 我就可以多少再赚一点嘛 不然你光靠退休的钱啊 生活哪里够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被不肖业者利用网路进行诈骗 对 所以你看到我觉得 一定要装那个有一些防护的资讯的那种防护软体 现在很多这种保护性的 然后甚至政府也有出的 那你就用那些软体来做基本的筛选 那像有一些讯息 我们就上去反查 有的那个现在真的写得很像 在在传来那个 连我都会觉得好像是真的 可是我的习惯 我会把那段复制 然后去Google一下 那有人就讲这是诈骗了 你一下就可以知道了 知道 所以这个是好的 然后公开要个人提供很多讯息的都要小心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错误的认为说 不要随便更新手机 说确实更新手机 它软体越新 然后电耗能会越来越大 可是更新也是要解决一些bug 就是后台被侵犯的可能性会降低 所以一定要定期更新的 你必须更新 不更新很容易被破解 很容易被破解 那这个东西要小心 那如果在网路购物这些 尽量就是获到付款 或是去取货付款 那除非你的信用卡式的那种要再 它会回传那个 那个OTP密码什么的 对对那种比较安全 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付款就好了 然后我是觉得 到一定年龄以后 我们现在都鼓励60岁以后 不要做任何大投资 因为现在金融产品的复杂度 真的这不是欺负老人 是现在60岁以后的认知的退化 现在金融产品都复杂到 我们都有年纪的都没办法判断 所以真的是危险高的 那如果你真的还要想要一点钱 那你就有一笔老本不动 已经设定好的 那其他拿来有一笔是 你要稍微赚多少赚一点 能赚两千也是可以吃几天 那这一种就找一个银行 你信任的银行跟他夹银 那你会给你一个礼砖 那你就跟那礼砖和平相处 逢年过节送他点东西 然后人家礼砖该赚的时候 手续月给人家赚 那我们不是跟礼砖交易 是他给你建议你跟银行交易 那现在礼砖都可以设定成他推荐的 他赚一点推荐的酬用 那给他啦 我觉得到一定年龄你要懂 你要分享你才能赚更多 我们今天能赚100块 如果5块给他95就是我们的啊 那这样至少那5%就是 帮你控管某些风险 对控管风险很重要 所以网路上面其实就是跟 网路交友一样啦 就你千万不要太当真 因为毕竟网路上都是虚拟世界啊 你被骗的就是一去不回 最好你就还是回到真实的世界上面 然后去找这个真实的公司 真实的人去做互动 然后有大品牌 这个有信任度啦 对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只要那个获利太高 获利率夸张的都是假的 你用简单思考 对方如果获利率可以40% 30% 他自己去银行借款来投资都可以 他干嘛找你啊 因为利率再高也 他有那么高吗 40 50%的报酬率哦 他们现在很多都骗都是这样骗啊 真的 告诉你哦 你投资1万每个月可以领1千回来 这怎么可能 可是他初期还是会 你看我们问了很多被骗啊 说他有给我啊 他当然要拿你的1万来慢慢付 对他还是会合嘛对不对 会合啦 他前面先给你一点甜头 后面先带你大笔的啊 所以他前面一定会给 然后带你大笔一头进去他就跑了 可是很多人都还是想像这一种 我觉得没那么好的世界啦 是 好那我想就是最后再问一提老师 就是要来讲到说呢 如果长辈在网路上面看到了一些讯息 就我刚刚讲了一些什么影片啦 或者是说图片资讯介绍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年轻人知道之后就觉得说 这不完全正确 可是长辈就觉得说 这网路上写的才是对的啦 比方说应该要怎么运动啊 怎么保养健康啊 什么什么样的资讯啊这样子 然后呢 就不相信自己小孩说的 就一言不合吵架 那不晓得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这也没办 不用跟他吵啦 他相信就让他相信 因为很快又有一个新的讯息 又淹没那个讯息 可是他如果要求我们小孩 要照着做呢 阳风阴尾啊 没注意起或什么 他也不可能盯着你 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他们很容易看一个东西 相信一个 看一个相信一个 所以我前面讲了 你可能有些 一些防诈骗的软体啊 美育阿姨这些都要放的 他就告诉你这是没有根据的 他会写哦 不一定照片 他告诉你这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人家乱传的 我觉得这个 还有长辈会传这些 就是孤单寂寞啊 所以你有空就多陪他们 实际聊天 实际聚会 没有就鼓励他去参加各种活动 各种聚会 你要帮他找到替代的 不要让他闲闲在那边 他当然闲着就滑手机啊 知道哈 我有时那种廉价 那跟小孩不是一样吗 闲着没事就在那边滑手机这样 对啊 我那天廉价收不了就是 有些人廉价了 整天在那边传那些 你讲的长辈图案讯息 我忍不住就在我们那群组 回了一句说 现在在传这些人 请你出去走一走 哈哈哈哈 我说你人生这么空虚寂寞无聊 你到现在还廉价握着手机 在那边看着这些东西 那表示你根本没有规划一些活动 我去找人去聊聊天杠 我跟一个朋友就私讯我说 你是被烦到受不了 我说我有一点 哈哈哈哈 那我说的是实话 表示你就是需要出去走一走 你需要去找事情做 不要让自己在那边 那老人家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要帮他安排 或协助他去找到事情 找到可以学的 有些实体的东西 像我刚才讲 可以让他去报一些课程啊 像我们组织也有讲 他们可以去报一些 手机使用的课程 我觉得老人家很喜欢 那个手机拍照的课程 好喜欢修骗那个啦 嘿嘿嘿 美机的 后图啊 他们好喜欢欸 然后他们就开始做长辈图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也好啦 虽然我不太想看 但是至少他学了一个技能 他很开心这样 对我昨天去参加活动 还遇到一个六次席社的先生 他还跑到前面说他要照 说要不要找人家帮你照 他说我很会自拍 他就一只手 他一只手拿着 然后拍到部级 拍到大 然后很得意还分享 给我看 你看你看你看 我很会拍 我要赞美他一般 他就说他学过的 你看很棒啊 你就让他自学 那他就会去用 然后他就会尝试 他就会有事做啦 然后帮他找一些朋友啦 让他们可以一起在那边 聊天的群组 然后一起去聚餐 去学东西的群组 真的就是太闲啦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好 那我们这个听众呢 如果说有任何家庭相关的疑问 像我们今天呢 就是讲到说 家庭里面啊 长辈学3C 遇到种种的这个事情 那大家有这疑问困惑 或者是烦恼的时候 可以寻求哪些社会资源协助呢 对你看我们一些讯息 我们有时 我觉得你不用跟他吵 也不用跟他说不对啦 有时我们就上网赶快去Google一下 然后去查一下讯息 然后就可以传给他说 人家有人说 这个好像也不是这样子 然后好像有一些问题 然后温和的跟他沟通 不用去指责 如果他相信那就相信啦 那他有专家 我们也可以找另外一个专家来反驳他 去找专家的讯息 不要你跟他正面迎战啦 就是我讲的 现在讯息更地太快了 他如果相信就让他短暂相信 反正真的很快就会被淹没 是是是 好的 那社会资源就是有哪一些这个 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啊 或者是倾诉烦恼的呢 如果真的有问题 其实跟着可以打我们家庭教育中心啊 我们现在家庭教育中心 有一些这些像亲子沟通 子女教养 情感问题 家庭相处问题 多一个家庭教育的咨询专线 4128185 4128185 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 九点到十二点 下午两点到五点 啊晚上哦 一到五的晚上 六点到九点也有开放 那这边有很多经过专业训练的 协谈人员 他们非常有经验 然后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然后也可以安抚 让大家情绪有一个出口 那也可以掌握一些最新资讯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在节目这边 幸福家庭甜蜜蜜呢 就是来聊到数位落差在家庭 邀请到了高雄医学大学 医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的 陈正志副教授 来跟大家谈哦 非常开心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要谢谢陈正志副教授咯 拜拜 拜拜